755纳米P秒仪器的安装及操作过程 首先收到仪器之后拆开包装 这个是主机内的一导光明 把手机上所有的包装去除掉 第一步首先就是加水 把这个漏斗从包装里面拿出来 插到上面这个是加水孔 这个是从这里面加水的 这个叫液水孔 就是加多了水时候从这里面液出来 这个叫排水孔 这个排水孔在加水的过程中一定要拧上 不然你从上面加的水就从下面露出来 然后从上面加水大概加15升水 15升空冲水 一直加到从这个孔里面液出来 就要加满水 当这个漏斗需要拔出来的时候 需要用手推了一点这个黑色的圈圈 稍微用一点力 然后就很轻松地拔出来了 然后大概就是装包装 然后我们也就像里面的轻轻地拉出来 然后我们也就像里面的轻轻地拉出来 不要用力的准备 如果这上面有保鲜膜包装的话 一定要记得先去除掉 垂直对准 然后轻轻地动 如果没有的话不要用力往下压 然后这样轻松地 然后这个螺丝 一边往下面拧 一边把导光被轻轻地往下压 这个螺丝和下面的话 没有缝隙的时候证明导光闭才装好 如果不装好 这个导的机器很难出光 或者是出光感觉能量非常的弱 然后这个头从这个袋子里面拿出来 放在这个位置 这样就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后面的脚踏接好 脚踏口对准 这里有一个缺口 然后对准这个上面的缺口 然后这个螺丝要拧紧 防止它在不小心被别人移动的过程中突然脱落 然后这个是电源线 可以对准擦好 好了 现在这根电源拿了 可以不要紧了 接下来我们接面的擦过 打开用的 想要加速进程可以按这个 出来的是1064纳米 755纳米 和532纳米 选择755 这个齿轮在转动 当它结束的时候进入操作界面 这个是频率 是1到10赫兹可调 1赫兹表明 一秒钟出一次光 10赫兹表示 10秒钟出 1秒钟出十次光 用这个加减号调节 然后这个是能量可调 然后这个是能量可调 一大1200纳焦 在操作过程中建议从 120dV起来 这个代表是水循环 然后这个代表的是水温 这个是电池充电的很好 这个是点灯的很好 这个是技术 在操作的时候 先要调到合适的频率 比如说经常建议是用3 然后能量就从低点开始起调 点去左边的这个灯号 然后再点预讯 就听到机器响一下 然后发现这个灯号变成黄色 然后完全变成黄色的时候 再点这个工作键 这个时候显示这个电池在充电 刚完全充满了之后 就能把电脚踏进去 进化 进化 这个手臂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箭头 当您对准任何一个数字的时候表明这个光斑是 现在对准了8就表明光斑直径是8毫米 如果7就是7毫米 一只最小是2毫米 最小的话光斑直径最小打出来的点也是最小的 8是最大打出来的是最大 建议的话用5左右 然后现在我是调到5 频率也是建议的3 然后能量用12才动脚踏 如果需要做面积范围比较大的黄色斑 或者是早年斑的话建议黄色斑 如果觉得能量太弱的话可以更加 然后打的手上的反应是微不容易启吞的 操作在脸上的时候 建议是红获皮 也就是很主要做我们的成绩的 然后 在8毫米 而且是这一切 没有办法的成绩 也有其他一切 有其他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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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完之后 可以 明镜一下